N与移动内容多元化 只要拿起手机就能够让祝福流动 把福音传送给家人和朋友 快点来扫一扫这个QR Code 下载最新推出的N与移动Apps 免费领取迎新礼品吧 从广州移民到委内瑞拉 我呀是一个机会主义者 那当时听人家说 这里赚钱是比较容易快 他抓着机会自己做生意开餐馆 当我们付了这个定金之后 有很多人蜂拥而上 想要租这间店 当时的生意挺不错 很快就赚回本了 他又看准市场和朋友合作开旅行社 因为这里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 要买飞机票 我觉得有很大的市场 生意越做越好 但他越来越少回公司 不是不在这个世界里工作啊 赚钱啊 但已经是不放在第一位了 究竟什么才是他的第一位呢 美丽的花园 林荫大道 喷泉 这里是委内瑞拉首都 卡拉卡斯的英雄大道 大道的一端 是一个骑着马的印第安人铜像 15世纪 拉丁美洲沦为西班牙的殖民地 印第安人曾经奋力反抗 虽然最终失败 但却成为追求独立的先驱 19世纪 拉丁美洲爆发独立运动 战争持续十几年 最终获得胜利 大道的另一端 有两座白色大理石的英雄纪念碑 上面雕刻着独立战争中 四场重要的战役 而黑色大理石上 出力着十一座英雄雕像 为了纪念他们赢得国家独立 而做出的贡献 作为一个独立民主的国家 委内瑞拉的石油奉沛 切后宜人 人均消费力高 曾经是充满商机的地方 高健能就以家庭式餐馆 开始创业 做餐馆的就是挣快钱 因为你今天买菜回来 你炒好菜 有人吃 那就有现金回笼 是很快很快 加上我们人手足够 自己一家人一起做 就很快就回本了 我们是从一间开始 然后就一路开下去 最高峰的时期有五间 短短几年就开了几间餐馆 除了工作勤奋 也因为Paco对身边的机会相当敏锐 有一间餐馆 地点就在这个大街上 有一天他是关了门 所有人都不知道怎么一回事 我就去问我的弟弟 你到商场的管理处去问一下 为什么这家餐馆给关门了呢 那我的弟弟就去问了商场 原来他们结业了 收拾好东西走了 我一听见他们结业走了 在大街上的这个店铺 做饮食生意是这个最旺的位置 我立刻就跟我弟弟说 我们去租啊 当时商场的这个老板呢 给病了啊 他就跟我说 你放下三万块钱 带我出院之后就跟你签约 当我们付了这个定金之后啊 有很多人是蜂拥而上啊 想要租这间店铺 但那老板就说了 不行啊 他已经付了定金了 我已经签了名租给他了 直到呢 我不再租这间店铺的时候 卖出的时候 我卖到一个很好的价钱 但是做生意不会每次都成功 Paco也曾经试过投资失败 在这个几年前啊 就有一个朋友啊 他在一个很好的一个地区的商场里啊 他就开了一间很很高级的餐厅 装修挺豪华 他就卖给我们了 一直以来我们都是经营一些啊 这个较为大众化的快餐店 想要向这个高级的餐厅进发呢 因为高级的餐厅卖的这个价钱贵啊 这个利润较高啊 如果生意好的话就能多赚点啊 怎料呢 这边投资了 之后 维内瑞拉呢 就遇上了干旱 因为维内瑞拉呢 是靠这个水力发电啊 那遇上了干旱呢 没有水就不能发电啊 那政府呢 就四处的停电啊 所有的地区 不管是什么地区 八点钟过后呢 就要关门 不允许用电了 那我们在一个很好的地区里 开高级餐厅 那里的人都是下班之后才来消费啊 但是政府晚上八点钟就停电了 那么餐馆就不能开了 就没办法做生意啊 所以呢 我们投资之后呢 就遇上了这样的波折啊 最后呢 还是亏本啊 但真的很幽默啊 亏本之后呢 正好有其他的生意啊 可以做 刚好可以这个弥补 亏损 就是这样 我们感到很 很奇妙 就算餐馆亏本 帕口还是可以从其他生意当中 弥补亏损 他有这么多机会 并不是偶然 其实刚刚从广东来委内瑞拉的时候 帕口不懂西班牙语 又找不到好的工作 他也经历过一段低潮期 就像天堂跟地狱的分别啊 因为我们在中国的时候呢 是常常有机会玩啊 我在这个公司里边是 吩咐人做事的 是管理层啊 下班之后一般都喜欢出外啊 唱歌啊 或者去玩啊 但来到这里啊 第一份工作就是在餐馆打工 我也知道餐馆的环境是很差呀 所以呢 来到这里之后的这心情啊 就非常的是矛盾啊 来到这里却不能安心 因为挂念儿子想念太太啊 常常呢 就是嚷着要离开 当时离开东莞呢 就是想要改变啊 不再想过这样的生活 因为你经历了两年了 玩多了也会生厌了啊 如果回去还是过这样的生活 自己也不想啊 最终呢 还是留下来啊 继续煎熬了 帕口是和妈妈一起移民到委内瑞拉 与爸爸团职 太太和儿子当时还在广东 为了方便和他们联络 帕口就想学用电脑 我呢 有个朋友啊 就告诉我啊 这里有一所中国人的教会啊 有两个星期的 是免费教你学电脑 我听见以后就说 好啊 我去学一下啊 在参加这些这个课程的同时呢 有机会就认识了教会里的一群基督徒啊 他们也有机会跟我分享信仰啊 就邀请我到教会参加其他的聚会啊 但我啊就只是听啊 当时呢就还啊 没有决定要相信这个耶稣啊 或者别的什么的 虽然走进教会 但帕口忙于生活 并没有时间思考更多信仰问题 直到发生九一一事件 带给他很大的冲击 九一那天呢 我还记得当天是我休假 我就在家里起床 那看电视的时候啊 看见这个有飞机啊 撞向了世贸大楼 起初还以为是在这个 是播放电影啊 后来呢 就发觉啊 这个画面呢 在这个重复 不断地播放 这个画面啊 我就觉得奇怪了 后来呢 就去了解一下 才知道啊 是恐怖袭击啊 那当时对我的冲击是什么呢 就是在九一里面 那栋大楼里面的人啊 他们都是一些读书很厉害的人啊 是很有很有能力的人啊 但是原来他们自己 也都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死期 没办法预测自己 今天将要离开世界 啊 突然令我就啊 清醒了一些啊 啊 原来啊 人是没有办法把握自己的死期的 如果这一刻你遇上了意外 离开这个世界 那究竟去哪里啊 我记得啊 教会里的牧师啊 对基督徒说过啊 人离开这个世界之后 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 一条路呢 就是往天堂 另外一条路呢 就是往地狱啊 我突然就觉得 如果今天啊 我在没有意外 很安全 又很理智的情况下 啊 为什么我不为自己 我始终有一天要离开这个世界 我为何不为自己 以后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选择是上天堂啊 还是下地狱呢 所以在那一刻啊 我就自己就开始相信 耶稣了 911事件 令Paco从理智上认识神 在太太和大儿子的移民过程 Paco亲自经历到神的带领 因为呢 委内瑞拉呢 是一个贪污的国家啊 你想申请正式的渠道来的话呢 实在是非常困难啊 可以说是没可能 多数人呢 都是用这个 行贿的方法啊 这个请人来办理啊 或是偷渡到委内瑞拉啊 那当时啊 我觉得应该是用 这个正当的途径 申请我太太和儿子过来啊 那当时其他人都觉得 不可能啊 我就 这只管试试看咯 正如这个 别人所料啊 真的是不容易啊 有很多困难 那当时啊 有一队啊 这个啊 加拿大的短线队啊 其中有个人 跟我分享的时候 他说 啊 如果你相信这位神 那你就祷告吧 啊 神会来帮助你 后来呢 我就祷告 为这一件的事情而祷告啊 啊 最终啊 啊 神呢 听我的祷告 啊 我的这个太太和儿子啊 就很顺利的 从北京取得了签证 就来到这里啊 啊 后来我说出整件事 很多人都不相信啊 在委内瑞拉有这一等好事 可以不用花钱的吗 只有相信神的人啊 才能够明白 神是怎样帮助我们的 神你信实奇妙 事事看顾 甚至到我你每日谁听 神你信实奇妙 何等光复 我信快乐众赞你 信主之后 Paco在生活中经历神的奇妙带领 令他更愿意亲近神 参与教会的工作 当参观生意渐渐稳定之后 他又看见新的商机 和教会朋友一起合作 开旅行社卖机票 我们当时开这个旅行社呢 是在一个竞争激烈的环境下开始的啊 开章的时候啊 我们就互相的鼓励啊 相信神会祝福 感谢神啊 因为我很少回到旅行社上班 那这个 我太太和那个基督徒的这个朋友啊 是实际操作这个旅行社 那我自己的决策就是啊 介绍客人给他们 比如一些中资公司啊 我会去联络啊 他们就跟我跟进啊 大家是分工的合作啊 那我就不用每天坐在 这个办公室里边啊 开了公司又不经常上班 原来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开始的时候呢 他还会多一点来 公司这边 但是上了轨道之后呢 他就做他其他的事情 现在更多时间都是放在施工上面的 比如有短宣 他肯定是第一个时间参加 教会里有什么需要 他都会 就 就算他没有办法做 他也会组织 或者叫那些有能力的 他做不到的都会组织别人说 啊你来帮手吧 就没有停过施奉 那当然不是说 啊将所有生意都丢下来不理去施奉啊 就一定能赚到钱啊 一定不会混乱的啊 但已经不是放在第一位了 反而明白到神才是第一位 是最重要的啊 他信主之后啊 很热心在教会里面工作啊 那个人啊 就是教会有什么样的需要 他爱他都会去做啊 有时候呢 做到深夜啊 什么都是尽心尽力的去做啊 不论哪一队短宣队到 除非他不在委内瑞拉啊 如果说是在的话 他必定接待他们的 他真的很了不起 接待外宾呢 帮助我们安排机票啦 然后陪伴我们到其他的地方 我最感恩的是 他在过去这几年 我亲眼看见 他对福音是完全的摆上 神呢给我很大的祝福啊 因为我可以抽出时间啊 每一次短宣队到啊 或是有些这个外国的牧师来啊 基本上是我来接待的 有机会来接待 我可以透过和他们的相处啊 做神的工作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看见他们 怎样为神做事啊 有时我在服饰的过程当中啊 不是牧师多说点 你就能做得好一点啊 而是你跟随一个牧师 一起去工作 你从他的身上 可以看见呢 他是怎么做的 还有啊 他做事的这个品格是怎么样的 是一种这个潜移 默化式的教导 除了这个理论的知识之外呢 实际上 神给我这些机会去这个学习啊 啊 所以人家觉得 我这个成长快啊 这其实都是啊 神给我的恩典啊 将大部分的时间用于服饰他人 必定减少工作和陪伴家人的时间 特别是现今委内瑞拉经济很差 生意难做 但帕口不担心 因为越是困难的时刻 他越体会到神的恩典 因为委内瑞拉呢 是外汇管制啊 啊 以前的航空公司呢 是用这个 这个委内瑞拉的这个货币啊 啊 卖了机票之后 要跟委内瑞拉的政府 兑换这个美金 委内瑞拉政府是因为 啊 没有钱啊 就一直拖延这个航空公司 拖延到啊 四十多亿啊 所以两年前呢 航空公司决定啊 在这个委内瑞拉呢 不可以用委内瑞拉的货币 买这个国际机票啊 只能够用美金来买啊 二十多间的旅行社 可能只剩下不够时间了 我就很感谢神啊 我们旅行社的这个 做的这个生意还不错啊 因为我们可以找到这个代理啊 帮我们出机票 而且这个价钱 这个方面呢 是有优势 那其实啊 我们是从来没有计划过呀 要这个怎样找啊 全因在这个工作上啊 和教会的服事当中啊 认识了一些人 或者是别人介绍啊 所以呢 这个我们只能说啊 这全是神在背后的牵引和祝福啊 并非啊 是我自己对这行有 特别的这个人物的关系啊 也不是这个我懂得多一点啊 这完全是神的恩典 祝福我们啊 平时做事 发了工资啊 或者 或者是提成啊 我们都会很自觉地 奉献给神的 因为有时 比如说接了一个很大的生意 或者是接了一个很大的团呢 我们就会很默契的 帕克就会说 啊 我们这次又赚这么多 我们要奉献多少给神呢 然后我们就每个人都会知道啊 要怎么做的 我的伙伴啊 我的太太啊 他们都能透过工作呀 感受到神的祝福啊 在这么大的这个困境当中 反而有很多的客人 是不断地向我们订票啊 我想我们如今呢 在这个困难的时间 这个生意额啊 比这个初开张的时候呢 什么机票都能卖的那时候啊 更多呀 这真的是感谢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生命 我敢得到信心 面对挑战 我一直都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啊 每一件事 经过我的眼睛 或是经过我的思考啊 我都能看为是一个机会 然后在这个脑海里啊 分析啊 到底这个机会能带给我什么啊 我会计算啊 当这种机会主义的心态啊 转移到为神工作的时候呢 每一次为神来做事啊 我都看为啊 是一个机会 社区里的人们 请我们帮忙的时候 我是尽自己啊 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他们 以致教会有需要他们帮忙和支持呢 甚至我们开这个布道会的时候啊 邀请他们来参加的时候 他们也都因着我们之前的关系啊 曾经互相帮助啊 他们也愿意帮回我们啊 因着来参加布道会 就让他们有机会听到福音呢 他到了一个地步 现在他自己常常去美国 每一次去他都会到处周游 联络一些人 把委内瑞拉的福音需要 介绍给他们 就是因为他这样的奔跑和呼喊 委内瑞拉的福音 也就因此渐渐地让人知道了 每天早上啊 6点 7点呢 他就会在微信那里 今天的灵修经文就会发给我 我知道不单是发给我 也会发给其他人 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 不单是在生活上面 实际生活上面 而且在灵性上 都是很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我们在委内瑞拉 因为政治啊 经济啊 还有这个工作忙碌啊 还有信徒不多啊 我们要做神的工作 一个人可能要负责很多的事情啊 我只能就用一个比喻啊 我们呢就像这个逆水行舟啊 就如整班的基督徒啊 都坐在这个船上 在这个漂流一样啊 如果我们不能有志一同 拿着奖 同心一起来划 船呢 就会在这个漂流当中啊 流向下游去啊 不知道往哪里去了 所以不论什么时候 我们都是互相的鼓励 大家必须拿着讲 就这样划呀 这样划呀 一起啊 是划向前啊 因着感受到神的爱和带领 他口对生命价值的看法完全扭转 从努力抓住每次赚钱的机会 到现在不愿意放过任何传福音的机会 懂得将神放在生命中最重要的位置 也收获到神满满的祝福 多谢大家收看恩宇之声 如果想更多了解这个节目 欢迎打来我们的热线电话 31064444 或浏览我们的节目网页